赶在开学的前一日全面做足准备的来看到苗栗县的部分了 2月11号国中小学要开学 为了提供安全上课环境 头粪式公所除了平日的定期清销作业 也特别是加强了防疫整备措施 针对学校的角落走廊邮据等周边来喷洒消毒水 迎接师生回到校园也呼吁学子落实自主健康卫生管理 防疫不松懈 手持室喷雾气不断喷洒消毒水 趁着学校开学之前赶紧执行公共环境消毒作业 头粪式公所虽然每周都会联合校方安排清销工作 不过2月11号就是国中小学开学日 加上目前其他县市因应确诊疫情而延后开学 为了让师生安全回到校园 防疫措施更要完备 清洁队员也特别加强清销校园角落 走廊以及邮居等学生容易触碰的区域 这样公所请建策区域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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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每个星期三都会在校园做清销 有些期限的排程 就排出来要来校园去透论 做到来实际阻止 当然如果在这儿开学 这样本来公所也有想说 在开学之前再加强 再清销 但是稍稍落水 落水可能就是说 噴气下去也会有效 杜绝前在防疫破口 不只仰赖公布门消毒作业 学生在校上课期间 也因落实手补卫生 个人防疫措施 口罩戴好戴满 才能兼顾防疫与生活品质 好高的老师 如果这样的学生在说 这样公平的 防疫措施做好 如果这样的做 喷喷喷 先洗手后就垫垫 要清基本的 要我们的重生 把这样的小朋友 把这样的学生 学生的学生 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防疫靠自己 大家一起来 还有个主编的犯金 他跟公同努力 留育 相信暗用的情况之下 这样疫情终于要过去 完成头份市16所 国中小学消毒工作 防疫物资 在校饮食等情形 施工所也呼吁 校方不能松懈 起心备战 杜绝病毒在校园传播